台北市新一区昨天晚上爆发一起行车纠纷 机车和脚踏车骑士互相认为对方在恶意逼车 就各自撂人带球棒到场驻镇叫嚣 警方获报到场却被两边的黑衣人包围 场面一度失控 也吓坏了当地主户 两边黑衣人一边叫嚣一边拿出球棒 在场远警也被团团包围 眼看场面就要失控快搭警力赶紧到场支援 直接男子情绪相当激动 远警想拉都拉不住 不过气成这样 竟然只是因为行车纠纷 事发在台北市新一区 用机路上5号晚上9点多 激烈争吵声 吓坏当地住户 四台警察车 几十台自动警察车 他们都烙人啊 很大声喔 当时脚踏车和机车骑士 两车距离很近 差点碰撞 互相都认为是对方靠得太近了 当街爆发口角 甚至气得料朋友到场驻镇 两边人马当着警察的面 也是嚣张的继续大声互呛 本身局立即启动优势警力 12名警力到场 控制双方互相叫嚣 明明双方都是执行 只因为差一点撞到引爆冲突 现场八个人通通被以违反 设委法送办 两边打电话撂人的当下 恐怕都没想到会闹进警局 接下来明明就台北采访报道